有天陈水扁开庭的状况啊 说检察官陈瑞仁侦办国务计划废案 在就训李登辉的时候 曾经接受宴请招待 陈瑞仁说当天确实有汉李前总统 吃了四菜一汤的梅花餐 听长辈讲故事 期间并没有讨论案情 这次陈水扁在转移焦点 希望各界不要随之起舞 对遭到了爆料 陈瑞仁颇无奈呢 苦笑以对 低调的说尊重被告的发言权 陈瑞仁说他是在95年9月 15号因为侦办国务废案 到了桃园红锡山庄 救训证人李登辉 在询问之后 李登辉出于善意 确实有邀请他和检察事务官 留下来变餐 那么当天是四菜一汤的梅花餐 在座只有李登辉夫妇 他还有检察事务官总共四个人 而用餐期间算是听长辈讲故事 并没有谈到任何的案情 特征组即将改组 陈瑞仁是否回国引起关注 陈瑞仁却又在法庭上爆料 查黑中心时期检察官陈瑞仁 调查李登辉 只用国务基要费情况 询问过后 居然和李登辉一起吃饭 中天经文向陈瑞仁查证 他强调 席间绝对没有谈论案情 他发表声明 95年9月15号 到鸿西山庄救训 下午3点 询问到晚上8点结束 后来李前总统邀请他吃饭 菜色四菜一汤梅花餐 席间由李登辉 曾文慧 陈瑞仁和检查事无关 到了晚上10点就结束 跟案情无关了 席间没有谈案情的话 你们是谈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没有 他就是谈他年轻时候的经验 还有他一些 大部分都谈一些武士道的哲学 那一些的 是 就是聊天而已 是 所以对于陈水扁这样质疑您的动机 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会不会觉得 不会啦 我想这是我们尊重被告所有的诉讼策略吧 另外陈水扁还当庭扯出前部总统连战 曾经连续十个月拿走一千两百万国务交费 过程大有问题 陈水扁 吴淑珍夫妻俩很有默契 每次开庭总是惊爆秘心 讲出惊人之语 是模糊焦点 还是不甘心只有自己被查办 爆料动机 引人揣测 真新闻 许志明 戴秋荣 吴嘉惠 邱远如 台北报道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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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